現在就是這個IMS-C3128 會做一點點 Facial Acuity 和Conscious Sensitivity 的總結 剛才也說過了 這個Facial Acuity 就是我們說人類眼分辨 Conscious的能力 Conscious Sensitivity 就是我們買一個Object 讓人們分辨 它的背景和元素的能力 這裡就說了幾個因素會影響 這兩個Sensitivity 首先最簡單的就是這個亮度 越光就容易分辨那個Contrast 越暗就越難分辨 也很簡單 第二個就是Contrast 那個東西和其他東西比較 分別越大 我們就越容易辨別到那個Object 我們就越容易找到那個刺激 第三個就是Exposure Time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那個物件 在我們的眼睛看到的時間越長 OK 這樣我們就越容易分辨出來的 例如我們 可能我們搭這個 我們搭地鐵 那你看外面的環境的時候 有時候 很快你什麼都看不到的嘛 那我們分辨不到到底我們看了什麼 我們分辨不到那些刺激物出來 OK 所以我們看那個Object的時間越長 就越容易分辨那個Contrast 接著就是講那個Target的Motion OK 其實跟上面那個有點類似的 是怎樣呢 是說我們那個 那個東西會不會不斷動來動去 如果那個東西是不斷動來動去的話 我們就很難看了 那我們越難看 我們就越難分辨那個Sensitivity 我們就越難分辨那個Features出來 那所以呢 如果那個東西的Motion是很大的話 那我們就很難找到那個Contrast的 那最後就是講Age OK 年紀越大我們那個Fecial Activity 就越低 年紀越大我們就越難分辨到那個Contrast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來 耶 那